记者张群腾苗栗报道,苗栗县明德水库水情吃紧,目前蓄水率仅20%,水位创下24年新低,受到南方云气域封面增强的影响。 苗栗地区今天下起小雨,经济部水利署,傍晚同步在苗栗县明德永和山及鲤鱼潭水库同步进行人工增雨,希望能增加明德水库的蓄水量。 位在苗栗县头屋详德明德水库,目前水位51,17公尺,蓄水量253万吨,有效蓄水率仅剩20%,创下24年最低水位,水情相当吃紧。 苗栗地区今天早上起降下限些性雨势,但雨势不大,依苗栗农田水利惠明德水库工作站监测资料, 今天集水区平均降雨量约13毫米,对水库蓄水量注意有限。 明德工作站人员说,今天傍晚阴云层后,湿度构级风向队,于傍晚5.20分进行人工增雨,现场施放两支绿化钙燕剂,顿时火焰冲天,希望能增加10%的降雨量。 If it were no more, the